各位街坊,你們好 我是新界北總區防罪大使謝雪森 最近警方接獲多宗的電話騙案 騙徒通常會打電話給你 會冒認是觸遞公司的職員 或者是執法人員 他們會恐嚇你 說你涉嫌違法活動正被調查 或者是被通緝 他要你交出銀行密碼等個人資料 甚至叫你把錢傳入指定的戶口 或者是去找換店匯款 唉,有很多人不論年齡、職業或性別 都誤入了騙徒的陷阱 所被騙的金額由幾萬至幾百萬不等 有人甚至被騙去不生的積蓄 警方呼籲市民 如果是接到不明來歷的電話 就要提高警覺了 第一,保持冷靜澄清事件 第二,核實來電者的身份 第三,千萬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任何個人資料 四,也不要存錢或匯款給陌生人的戶口 第五,如果你覺得很有懷疑的時候 就應該第一時間跟你家人或朋友商量了 有需要事就要報警求助 大家謹記了 時刻謹慎 預防電話行遍罪行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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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